出于受无共佛时 拜舍方是否属于夹杂 不算夹杂 这个佛堂里面的佛寺是借淫大众的 真正修行是在品尝自己的功夫 这个要懂 佛堂里面上场就跟唱戏一样表演 表演要表演得很逼真 那为什么呢 是借淫一些不学佛的人 让他们看到的时候感到佛法殊胜 感到佛法好 借淫他入门 所以佛法他是随云不叛云 佛门里面没有拉信徒的 没有劝你进来的 不是自动来的 这是学嘛 那思道嘛 思道是指纹来学 未纹网交 学生你来求学的 那求学 我们由于不招生 怎么样来借淫信徒呢 就用表演的方法 让你看 让你感动 让你生欢喜心 你自动入门来 这个要懂啊 所以他有作用啊 他不是没有作用啊 所有这些法会东西都是借淫大众的 illa裁 谢谢观看